那我不知道他们当时在这个面试的时候 是不是有达成什么样的协议 所以才会有发生那个我们大家都怀疑的 这个有关于他的这个加班费 或者是薪资 有部分的薪资 是不是拿利好用汇进去 才有弄出去 那是钱的问题 但今天这个不是 今天这个是什么呢 今天这个是一个是性贫 可能是性骚扰事件 那另外一个是这个在工作上的不对等 霸凌事件就对 所以这个对年轻人来讲当然是炸锅 为什么 因为之前你忘记了吗 之前民众党标榜自己的形象是清廉 然后清新公开透明 尤其是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 追随这个柯文哲 就没想到如果这是真实的话 那么今天高航安面对媒体在询问 这两起事件的时候 他的反应是什么 他的反应是被断章取义 选举前几天用这种东西 是不是有政治的这个意图就对了 然后还说这个当事人 那这个非常的惊讶 也非常的这个难过 说要求助于律师 直接去告 如果是假的 你又认为是假的 是毁谤的话 马上去告 现在就告 不用等到过 不用等到下个礼拜 因为下个礼拜 那个高航安没有立法院的 这个保护伞 自己可能都要到调查局 那个地方去报到 搞不好马上被搜索了 等等 所以不用等现在他的这个办公室主任 还是谁被录的 全部你就直接去告 但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你去告的时候 你要先想清楚 如果你要告的东西是真的 那你小心你不要吃上 自己吃上诬告的这个官司 你知道吗 那么为什么会那么多的东西 那么多的这个资料 那么多的这个全部转到四叉妈那边 四叉妈在生日那一天 还跟三个助理还预告 还有现行的助理 不是只有前助理 为什么 因为大家忍很久了 我跟这个事情是跟公益有关系啊 你如果是姓平的这个案件 对不对 我告诉各位 你知道吗 那个当事人 我说的当事人就是 那么很可能自己的 我自己被欺负那个当事人 现在还在立法院当助理 还在一个委员那个地方当助理 但是因为他们助理常常会吃饭啦 聊天 有个耐群组等等啦 但是呢 事实上他现在呢 还是没有走过那一段 那个心里面的不愉快 甚至有一点忧郁的那个状况 对 我会告诉这位助理啊 你没有错 不是你的错 你知道吗 然后呢 别人家住在我们身上的 跟我们没有关系 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说 我因为怎么样 但是如果你觉得 你的公理跟正义啊 没有当时没有在办公室 得到这个相关的处理的话 因为我不知道当时 那是什么时候所发生的事 他的法律追溯 奇效没有过 如果还没过的话 你可以出来 挺身而出来 那么寻找你自己的正义 正义不会从天而降啊 如果那是事实的话 如果是所谓的性骚扰案件的话 那现在言之早早 也有可能指向是谁的话 不是高宏安的办公室 想和切叫就算了 那至于鸿海 鸿海没有错 鸿海跟永宁基金会 他们的法律的 相关的这个法务人士 确实可以组成一个 所谓的律师事务所都够了 可问题是 这句话不是鸿海 也不是永宁基金会的人讲的 你知道吗 跟他们没有关系 讲这句话的人 显然想要用这样的一个背景 来压那个相关的人 你知道吗 让他因为这样而屈服嘛 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公平争议吗 那都是这个最历史 你给他支付 对 我跟你讲 这是我们知道的吗 当然有些年轻人 他会怕 你知道吗 就好像之前有些 被恐吓的时候 被这个说 我要告你们 我要告你们的时候 有些助理可能会害怕 我会不会吃上官司 那我问你哦 这些助理冒着可能被你高宏安跟相关人等告的这个控告的一个风险 为什么他们一而再再而生要跳出来 因为很简单 他们再不跳出来 他们就永远被人家踩在脚下 这不是2022年的台湾 那个林伟源你是身为女性 我们刚刚看到第一位 其实她是一个女性被欺负 被欺负以后 她才会跟主管谈 结果主管竟然叫她走人 那所以她才去找四叉猫把这一段录下来 作为一个女性听完之后感受是什么 其实我听完非常非常的生气 而且我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这间办公室的主管 从小主管再到立法委员都是女性 照理说她应该是最能够感同身受 就是女性在职场上面所遭遇的这种性别上面的这种 不论是性骚扰或是职权上面 所谓职务上面的霸凌 那我其实觉得很生气的另外一个事情是 事实上高宏安他办公室的争议爆发的同时 我的助理其实就跑来跟我讲过说 这个主任就是指那个Jack 他就说他们是不知道说什么办公室 有什么公积金的事情 那个Jack那个男朋友吗 不是不是 他们就在讲说讨论那个Jack 然后我就问他说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Jack 知不知道这个公积金的事情 因为你知道走力之间 他们是会彼此流传很多小道消息 或者是每个办公室的讯息 可是我的助理当时 他就来告诉我说 原来他们办公室是传出公积金 或者是像Jack领钱这个事 他们听到的事都是因为性骚扰 所以办公室不处理 那这个女生只好离开 我当时就跟我助理讲说 这件事确实吗 他说我们助理已经流传好一阵子了 所以他离开了 那结果后来四叉猫 他昨天公布录音档的时候 我才说原来这件事还真的是真的 那我当时就听到的时候 因为我其实昨天晚上 是有直接看四叉猫的直播 我才知道说原来连处理的小主管 都是一位女性 我就会觉得这间办公室 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从之前呢 立委是女性 对立委是女性 小主管是女性 没错 你知道高宏安的办公室 一直在做一个违法的错误示范 你知道身为一个立法委员 守法应该是最最基本的 你看以工作性别平等法来讲的话 第36条就说雇主他在知悉 有性骚扰的情况的时候 就要采取有效的补证跟急救的措施 可是他没有 他的做法是完全就是说 我告诉你 这件事你往上讲 反正倒霉的是你 然后第36条是说什么 他是说如果提出申诉之后 不可以解职调职或是其他不利之处分 这个法令 立法委员是我们自己定的 就算说你不是你在你任内定的 你好歹你要守法 结果他居然是让他的中阶的主管 小主管去做这样的事情 你看高宏安 他永远包括民众党 他都是在找年轻人 来吸引年轻人 结果却是最欺负年轻人的 从他的办公室里面不遵守劳基法 或者是不遵守性别工作平等法 其实守法法律都是定一个最低的标准 可是他们连这个最低的标准都做不到 我其实今天早上记者在问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非常生气 是说你身为女性 结果你不保护女性就算了 你居然让女性来当打手 而且当时立法委员 没错你自己不守法 然后你的办公室说实在 你也不要跟我说 哦你不知道 那都是你的小主管处理的 你办公室才十个人 你如果做起床后 你要起床后 有六千多个员工 你怎么做管理 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 对于一个女性的立法委员 你不守法 然后你居然让这个消息 而且我要强调的是 这个消息不是今天公布之后 然后才传开 因为毕竟他跟性骚扰有关 所以大家都说 尽量的不要去谈论 因为怕伤害到当事人 可是我发现高宏安 他不可能不知道 因为连我这个别的办公室的委员 我都知道的时候 那我想请教你 我想请教你就是 如果你的女性的小助理 被这个男主管惊扰 那这个你知道以后 你会怎么处理 因为在立法院当中 跟立法院的党团当中 都有性评委员会 我会送性评委员会来处理 因为毕竟我要了解这个状况 那真正的处理程序也是这样 但是你不能不过问 而且你甚至于就把他逼走 而且你今天听那个录音带的还原 你就会发现说 他没要处理 他发现要拼抗 就直接跟人家说没你走 就说你最后你也在我的办公室 我会生 那我觉得这样子太过分 真的是很遗憾 因为根据性骚扰防治法第七条 各个机关机构或者是雇佣人 对于防治性骚扰的行为的发生 或者你知悉的 有这个情形的话 应该要立即有效的纠正还有补救的措施 所以你今天你是受雇人 你听到你听到这个助理 有这样的抱怨的时候 你是要立刻又要这个赶快 要立即有效的措施 因为可能他会一而再再而三 所以你要赶快去 最基本就是这个主任 或这个主管 要跟这位女助理保持距离 我们全办公室 都要有人陪着这位女助理 而如果没有人在的时候 他可能又上下其手 然后第五十九条 第九条他有说 对他人进行性骚扰的话 要负损害赔偿责任 所以这个主管 是要对这个女助理 行损害赔偿 他发还是多少钱 是一万块以上 到十万块以下 他有个诞书 如果你是利用全市的话 要加二分之一 如果你本来是五万 那可能要变成七万五 表示用全市的话 你是他的加重其刑 为什么 你是用权威 你逼迫人家 当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这个女主管去跟这个女助理 听他讲 然后恐吓他说 这个你得离开 这样的女主管 会不会跟委员报告说 今天办公室发生什么事 当然会报告 应该会吧 这么大的事情 不会报告吗 而且助理其实没几个 对啊 没几个 而且我判断高宏安应该知道 对啊 连别的委员都 你认为高宏安知道的请举手 我认为根本是高宏安拍下去的 主则你认为没有 我理论上应该要知道 理论上应该知道 可是什么状况确实要在 那个啦 理清 而且在立法院 大家都认为理论上应该知道 办公室没有几个人嘛 而且这个东西传出去 当然有损 说起来 我的办公室一定知道的 不一定知道的 他主人没给你报告 我说他欺负太多 对啊 对吗 所以这个是违反性骚扰房事长 那边办公室连杯子没有洗 都可以罚钱的时候 我就不相信老板 连方性骚扰的事都不知道 对 那他到底有没有在做办公室的管理 真的 所以这个叫做想要息事宁人嘛 想要弃居保帅嘛 我问你 这位主管 如果今年年底 高桓安进入到新竹市政府 当市长 这个主管可能就是办公室主任 那我必须要讲 新竹市里面的女性的公务员 你们可要小心 最好随身攜带侧路器 他可能又在 他无所谓嘛 高桓安挺他嘛 我连立法院都没人敢动我 我去新竹市政府 我怕什么 而且我背后有市长在支持我 甚至他背后有鸿海 两百到三百个 这个法务 到时候就算我性骚扰 我的这个法务会帮我变 死了可以说成活的 原来他在鸿海的任职 是可以拿来恐吓助理的